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提大家 MyRadio和《颠狗日报》的月费 现在已经可以用PayMe缴付 大家可以素描画面的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的电邮地址缴付 多谢大家 四仔和皮这一类有个不同 简单的就讲一讲 因为四仔那些演员是要全身演出的 你一定要硬 你一定要硬 然后给观众看到虽然有格仔在那里 看到你是硬的 就是你的演戏里面那一套 你不是一种叫做要经过处理 来做那个质感出来 是一定要有那个硬质感 那么它里面有时候那些故事 一直以来日本这些四仔戏都出名的 就是它里面它玩了很多很多元素 就不是就这样一般 就是Steven就够了 所以它比欧洲西方那些 它好看的 它有一种味道出到来 但是你来到这些大电影的时候 它要求的东西更加不同了 它除了你去到那样的 你用一个表现的形式 带来到那种实质感 所以你都问一下 两个是不是真理的 都像真理了 不过就不用真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套戏剧有一种视觉的处理 它不需要你百分百 那样去好像四仔那样去做 那这些很多细节的情况你看到 这些大银幕的这些叫色情电影 和四仔在发展着和角力着的 那这部我觉得近期的色情电影 就是叫大银幕的日本的主流戏 这部是一个新的成就来的 是 但是它每一场戏 就是藏上戏之后 是 一定吃东西的 是啊 一定有餐给你吃 一是吃面 一是吃煮鱼 你会 有什么 有意粉 他那个很清楚说出来 就是 叫做食欲和性欲 都是相连来的 所以这个可能他都是用汉学的 汉性男女 食色 性也 性也 就是感觉的 所以它里面你会看到 它 为什么会做 它这个就是有个 叫做戏剧的pattern 在那里 他会看到这个就是 性与人生 你的生活 是多么接近呢 这个就是说电影 有时候你讲的 捉那个生活感那里 往往性 就是其中一个禁忌 是啊 但是如果你碰到这个禁忌 里面你找到很多 生活的质感 就在那里 是啊 是啊 所以这部电影是很有质感的 但是你讲一样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喜欢拍人睡觉呢 睡觉也是做的 你如果 你如果是整个 他不是男女一起睡觉 他男生又睡觉 女人又睡觉 不是他 都有个关键的 是 你聪劳之后呢 你需要休息 你病了之后 你这个 妈妈都知道 不用这么说的 但是你气发出来的时候 你说你干嘛 整天拍他睡觉呢 但是他那个睡觉 他现在说了一样东西出来 在现代的人那里 尤其是日本 很多人是不懂得睡觉的 这个条理 所以 所以 到今时今日 你都仍然会听到 在日本的新闻里面 就是 有些打工仔 就在那里做完 做了他要做的那些东西 之后 那时候呢 就跟着呢 就是黄州新的 史蒂芬 又要吃啊 又要什么 又要享乐啊 这样呢 就没有顾住的身体 今时今日 你会看到 就是现在 都有这个问题 香港都是 你看 喂 疫症期间 是病 病不要做那么多 其他的额外 加入来的东西 但是你会发觉 现在病中 在那里搞事 有很多人在病中 行使一些策略 你现在有病 你不要行防 你就在那儿行防 小心身体才行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 日本一个最近的新闻 就是由于这个疫情 就是学校要停火 那日本突然间 很多了很多未婚妈妈 是啊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你很多时候 日本呢 你穿上春雪都拍了 打劫面包簿 你当你痛饿的时候 唯一解决痛饿的时候 就是在床上搞事 如果不是 你就去打劫面包簿 他里面 用一个文学的东西 就说出了这些东西 你不要说 你说今时今日 现在香港 你不发觉 行街那里 看到有很多 大了肚子的一个 年轻女 多了 现在是 这个呢 就是跟着 大家就会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很厉害的新育潮 又再出现了 是 那这部片呢 正经的地方是哪里呢 正经的地方就是 他首先一定肯定 就是日本的经济很差 是 那他说了就是 那男的 可能他说的 我想都是四十岁左右 就是小一点 但是是找不到工作 是 不过你说他穷呢 他又似乎不是 但是他又找不到 生命的目的 是吧 但是他又要欺騙了家 他在家 扮有工作 但是他真的是钓鱼 是 就是等于推少年之死 那样 不是要扮有工作 但是 他连钓一条鱼都钓不到 是 就是这个是 就是 肥青 肥到 肥到嘔 就是 就是钓鱼的 不是 他没有耐性 所以我反映到 他是一个 没有耐性的人 但是呢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性欲就很强 是 是 是 就是 做爱方面是 哇 真是厲害到 不是 如果我们说 扔到香港片子那里 有个对比的 就是肥青 肥青那时候 就说有两种男人 一个就是 陳奕迅做的 那类的男人 那些叫骨精强 那骨精强就说 就是说 他虽然他要搵食 但是其实他本身 因为家底 就是有些 有些东西 他有一些聚触 那里 一直这个形象 就入了 陳奕迅的 就是戏中的 那个角色 另外 古天樂 就做他的partner 古天樂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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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说我是女人 无能男 就是那种 神规 神规 那个 那叫肥龙 那肥龙 那肥龙 就是 那个叫无能男 那这两种 就是 你看火后的二人 那个 那个就是骨精强 就是说 他已经 他无所事事 老婆 他又搞不定 但是他家里 It feels so good 就是英文版的 他的那个名字 就是说 中指天下来 他都觉得 OK 没什么问题 亦来 我可以顺受 那这两种人 你会看到 现在一种 在戏里面表演 一种 就是整个 那个叫做 时代的 男性的一种特色 那你可以 想象一下 如果譬如 这个男人在香港 是 你会有没有女人 会喜欢他 就是好像日本 现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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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真是 癡情到云 他不是 他不是 怎么叫癡情 他在那裏 我其实 女性 女性就是 这些 其实最好 就做另一个 比较 就是《每当变化的事》 杨千华那一套 又是陈奕迅做 我可以选你 而且他现在 这个火口的二人 他最重要 他就说了一件事 就是现在 很成事人 成事男女 他情感 爱情 里面就常常 都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我跟你是有情的 但是我可以选择 男人 你选择不了 不过 我是念情的 所以那个女人 就在她结婚之前 找一个时刻 我们不如在那裏 聊一聊 我们的情缘 就是这样 完成我们的事情 这个呢 你会看到 调到香港来说 这个题目 不是没有讲到 没有当变或是 就是讲这件事 就是 陈奕迅 和杨千华 那个 但是他这个 他最重要 就是日本的那种传统 他去到讲这些题材的时候 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感的问题 除了情感之外 他一定要讲情欲 情欲 这个很重要 就是欲念 日本电影 和文学都很喜欢探讨这个问题 欲念 欲 食欲 性欲 睡觉的欲 但是呢 他那个背景是什么呢 但是如果你看现在这张poster 他的背景是火山口 是 火山口 是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不是给大家看画面的 是 他给大家看一堆照片 是 而且他配一个相当之好的主题曲 这部片呢 其中一个令我最开心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 里面很几天歌得很好听 尤其是开头那里 尤其是开头那里 那这个开头是 是为什么呢 他是讲女性对那个记忆 是 就是那个男人就没有的 是 那个男人就搞完 最初的主题已经出现了 是想补 是想补 那个女性就继续了这段记忆 是啊 那个男人就搞完 就是 他可能有这个记忆 但是他不想回望 他只是想 就是 他有一个对白就是 活在当下 是 但是那个女性 其实 很多时候都要回回头 就是想重拾回 他最开心的那段时间 是 那种流暖 是真情的男人 就是 那个《铁上宝》 台长讲的那个 就是已经 你会看的时候 你已经 心里已经 入了那部电影 因为 第一 其实最正是开头那段 是的 的确是正的 还有你会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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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角 秉宝明做 那个角色 炎智 一开始看那个《铁上宝》 你都会立即想 拍的那个 因为看到是自己 自己拍的 这个人 即是现在的方目经维 不是 但是我又挑战你这个 以 阿贤仔这个 这样的水平 是拍不到里面的那些照片 当然啦 那我们看 不是 当我们看 即是一条这样的 废柴 那你不要这样说 不是 方禄经维 都自认是废柴 是啊 不是他最重要的是 他这种 这样的照片 里面那里 就可能在 整个社会里面那里 他不觉得 你这个是一个成就 你拍到这些照片 而且 这个 男主角 他不觉得 这个是一个成就 这个是我们拍我们的生活 他里面有一小段讨论 那些 是啊 这个也是方目经维 就是这个 很厉害的一个 就是专影世俗的 一个摄影师 他里面呢 你会看到 他正如台长所说 正是一开始讲这个 想保 就已经讲了给你听 你如果你看戏的时候 你懂不懂得 看什么叫做民间 什么叫做真实 是 而这件事呢 就是 你会看到 令到那个女性 放不下 黑骨铭心 就是那本相簿 但是你想想 他放不下 黑骨铭心 那是感情呢 还是欲念呢 那个 因为他分开了一件事 就是说 我不喜欢你的 就是我的脑 是不喜欢你的 但是我身体是喜欢你的 我觉得他那个是很文学性的 因为呢 你会看到他 都令到大家好像台长所说的 都想看回他那个文学的剧本 原著 原著是讲什么 因为女人的心事呢 这部电影我觉得讲得很细致 在那里面 就是直着这一场戏呢 你会看到 他在那刻那时呢 他那个表情 和他那个掀上的那个速度呢 你看到里面呢 你都会想象到呢 在一个镜头的外 外面的这个掀上的那位 那位女士 她是在欣赏着 这些照片的 但是她这个欣赏里面呢 有很多个角度 你可以阅读到出来的 第一 她可能欣赏她的那种技术 你说不是啦 这条小孩一定拍不了这样的 不知道 总之这个故事就说是她拍的 第二 她欣赏回他们那个时代 是 他们那时候就是青春的岁月 刚刚就是成长的时候 刚刚就是 已经开始 情斗缩开 就是开始生霧的时期 大家什么东西都 其实没有想到那么多 但是大家已经在一起 她欣赏回那个时代 欣赏回那个记忆 那首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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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些叫民谣的调子 的那些歌 就是 就是 她里面呢 基本上不是很难曲的 那种唱法 那里面她衍生到 很多很多那种 就是你看上来呢 就是带来了一种感受 而这些感受呢 里面呢 她就告诉你日本的文化 尤其是他们的那个 主流通俗的文化呢 里面呢 就是找着民间的里面的点点滴滴呢 他们已经给予出来的 是啊 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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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